英国人James Cook发现澳洲大陆 其实说起发现澳洲这个过程 发现澳洲的说法就有好几种说法 但是最出名的是库克船长这个说法 当时是18世纪 70年前后 当时库克船长 他发现澳洲还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17多少年的时候 实际上说人类当时已经知道了 亚洲欧洲美洲 北美南美都知道了是吧 这么说 确切说是欧洲人发现北美 美洲的话是1492年发现美洲对吧 但是美洲人应该有原住民嘛对吧 EDI人什么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说法就说是 1492年发现美洲的话是实际上是欧洲人发现的 那对于发现澳大利亚的话 也是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哪一年 就是库克船长发现的 就出名的说法是这样的 有几种说法 然后当时他是怎么发现的 他在发现之前还有一点挺神奇的 但是他的理论是什么你知道吗 当时他看这个地图世界地图的时候 他发现说这个亚洲 欧洲美洲是吧 北美都在这个地图的上边是吧 靠北边这边 南边没有什么 南边有 当时有非洲是吧 非洲南美洲 但是很显然是说那个 靠北边那个陆地很多的吧 南方很少 当时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 这地图是在这旋转的吧 那它必须得平衡呀 那不能说是北边光是大陆 对吧 北边大陆这么多 南边没有大陆 都是水 难以保持平衡呀 所以他就猜测说在南方 在地图的南边还有一块大陆 没发现的 然后他就找找找之后 最终发现了 大概是在1770年时候发现的 这个 库克船长还有一个 就是你要如果计他这个时间的话 你可以知道说 库克船长实际上 他发现澳洲大陆 肯定是早于这个美国的建立 1770年吧 对吧 跟这个美国建立差不多 实际上他几年之后他就死了 他因为他是 他的船队和夏威夷的土著发生 这个邪斗还是什么 就被杀了 当时那个时间也是在1776年之前 1770年 我们知道1770年美国成立 这样子 库克船长 挺神奇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理论是错的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理论是错的 说你 你这想法说是地球的平衡 是吧 你北边靠北边 有这么多大陆 南方没有 难以保持平衡 但是神奇的就是说 他用这个错误的理论 发现了这个大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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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